博主催来瓦斯 警方更出动强力水助驱逐示威者 适逢泰国民主运动爆发一周年 泰国第三波疫情延烧 18号让大批的示威民众 不顾限制令走上曼谷街头 表达对当局抗议不利的不满 更要泰国总理帕拉宇下台 曼谷街头出现民众漏夜排队 只为了获得免费的筛减 而东南亚近期成了重灾区 越南疫情也趋于严峻 18号单日确准数不止一举标破 5000人大观更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包括一例是台湾移入的 一米27岁男子 6月26号入境隔离检疫后确诊 包括已经沦陷的胡志明市在内 进入两个星期的行动限制状态 首都河内也寄出五人限制令 要民众没事就待在家 五度有偶 印尼同样面临严峻的本土疫情 印尼当局早从3号开始就收紧了防疫措施 确实成效不章 病故人数飙升 不只有民众自发性担任殡葬志工 协助家属处理后事 也有热心人士自愿帮忙打造棺木 另一方面首都雅加达不只上演氧气平荒 医疗体系更是已经不堪负荷 警官医护人员已经施打了中国科兴疫苗 但眼见7月上旬就有高达114位医师 染疫身亡占总数的两成以上 也是印尼第一次折损这么多的医师 让当局计划为医护追加 以寂寞的那疫苗已增加防护力 此外新加坡KTV夜店取剧感染扩大 让当局松绑部分的防疫规定 才一个星期却又再度收紧 另一方面持续有民众走上东京街头 要求停办奥运 而日媒最新的民调更显示 日本首相菅义伟支持率跌到35.9% 是他上任以来新低 预告了进入倒数计时的东京奥运 恐将在疫情的阴霾中开幕 好语新闻 卢乔平纵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